OK好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Teacher Young的频道 今天Teacher Young呢会来讲一讲 很久没有讲到的这个 form3的science 这个form 叫做form is reality of metals 就是金属的反应 金属的反应度 好 所以我们先看看4.1% OK说4.1呢会讲到的就是 reverity of minerals 就是我们的 矿户是有很多样化的 叫我们从地球 然后地底挖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有很多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要把它们分类下 分成一个叫做element 一个叫做compile 当然它上面这边还有解释的 什么是mineral 基本上它是一个solid element 一个固体的element 元素或者是compile compile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是有残疗 两个或者以上的element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叫compile present naturally with definite crystallite 它是天然就已经是有存在了 不是人造 是天然 然后definite crystallized structure 它是物体的 还有chemical composition 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在里面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 好 element的话 它里面是只有一个金属 叫element 然后我们有go 啊 silver 啊 compile的话 有这些包塞 hametite Galena 跟这个casseterite OK 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叫compile 你们可以看啊 它们的systematic 好像hametite叫ion3 oxide casseterite叫tin4 oxide quass叫silicon dioxide 这些 啊 有element有ozy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里面有这个element 在叫oxygen oxygen就是oxygen的意思 啊 所以讲oxygen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些东西已经不是 只有一个element了 然后它有残料 啊 另外一个element在里面吗 看吗 好像hametite有两个element 啊 quass有两个element 啊 总之多过一个element 它就是叫做 compile 啊 它整个东西就不是叫做 啊 element了 好 so natural compound are th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elements 今天就讲的 天然的compile 啊 就是啊 里面是包含了 啊 几个element在里面的了 啊 好像lumstone这样啊 lumstone啊 这个石灰 啊 石灰石它也是 啊 啊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做马路啊 建筑物啊 tabletops啊 啊 桌子 啊 桌面 啊 所以它里面是包含了 啊 一些element在里面的 啊 ok 好 so下面这边就讲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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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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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有个东西其实是很容易的啦 就是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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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有什么用啊啊 这个试试到底在试什么的啊 啊 所以我给你们讲一个啊 可以讲是一个 密诀啦 就是 你们看到Line Water里面就要想到 Curban 因为Line Water是用来试的 Present of carbon dioxide 啊 如果今天Curban dioxide 有出现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LineWater会变去 Claudi Claudi Vilky That's why他这个时间他讲了 CureLineWater,干净的这个LineWater So,你们可以看啦 OK,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Before Gas Pass 2,LineWater是怎样的 After Gas Pass 2,LineWater也是怎样的 这有些问题,你们也是可以看一看啦 明显的是,那么让农场ahh LineWater可以演讲 各位可以想一想 耶,例えば LineWater的话呢 その我觉得都是 Box enclosed How is the test for the Gas Сегодня Carmichael matches 那个gas 很容易咯 你就把那个gas flow 去热氧化碳那边 如果那个热氧化碳 它变去 cloud 比如说那个gas是属于二氧化碳了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那个热氧化碳它没有变 cloud 也就是说 这个gas它不是二氧化碳了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解释 and then the gas release when carbonate reacts with hydroxyacid 如果有 carbonate 参了 hydroxyacid 会释放什么gas 它是会释放二氧化碳 黄了 今天你拿我去烧这个 carbonate 它也是会释放二氧化碳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两个实验 figure 4 by 1 跟 figure 4 by 2 它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让我的都会变去 cloud 然后 complete the word equation 这个 word equation 有时候 卡是偶尔也是会问 法规也很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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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像是可以但是 加 carbon dioxide 加 温度加水 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4.1的formity practice 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看了 其实都是蛮简单的 你们给他自己做 然后就是4.2 4.2的话就是reactivity series of metal 什么是reactivity series 就是那个 他们的反应值 就每个金属啊 他们都有自己的反应值的 所以我们有magicium burning in air 还有iron exposed to air 所以你们可能觉得我会讲到很快啊 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补习吗 这个只是我想给你们一个快速的一个复习 当然如果我真的在补习来教的话 我是不会这么快的 我们会比较慢 所以如果你们有谁是 想要补form3 科学的 当然可以来pm我啦 OK 目前已经是有开盘叫form3的科学了 好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边会放两个 图画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 还要我们比较了 因为一个是很快一个是很慢的 或许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两个 反应啊哪个是比较快的 一个是magicium burning 用火烧的话你们觉得用火烧是快还是慢 然后火烧它肯定是快的啦对对 把铁钉rusting生销的话一定是慢的了OK 当我们iron啊铁碰到空气的时候 就可以生销了 因为空气里面也是有水分的 啊 啊 啊 可以看到啊 vigorous reaction就是很 激烈的反应 OK啊 像这用火烧的话就是很激烈的反应 所以他们 然后这是 坏的 啊 如果是less regress reaction 就像这个铁钉生锈 啊它就没有那么激烈 啊所以它是属于slow 啊 slow reaction 啊而且它是less reactive 没有那么的 反应啊 啊反应没那么快了 啊可是magicium为什么它会 那么刺激因为它是属于reactive metal 啊它是 很有 啊很反应的一个metal啦 啊如果用人来讲的 啊 啊没说就好像是个过动作这样 啊 啊可是哎呀那就是一个很 啊沉默的一个 东西的一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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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 看一看的话这个很重要了啊 就是 啊你可以看到箭头了啊 啊箭头是指向 那里 右边吗 也是也就是说 啊那东西越右边的话 它是越 reactive的 反而越左边的话是也不reactive的 啊它是慢慢的从左 排到右的 啊所以 金啊银啊水银啊 copper啊这些都是比较没有reactive的 啊最reactive的还有什么 啊 k是potation potation是最reactive的 然后到sodium kalsium magicium aluminium 啊所以这几个是比较 reactive的啦 OK 中间的话就中等了 啊 啊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怎样 啊排这个reactive series啊啊 你们以为啊那个科学家是随便洗牌的 不是啊 他们真的是做过实验了的 OK啊 然后activity 4.3 就是给我们做这个实验了 然后来决定他们的这个排列法 啊 好像 啊像这个实验呢 还有用什么东西来做 啊 啊 啊他有用 啊 有这个magicium powder aluminium powder 金 powder Iron powder lip powder 啊就是他会用 这几种金属 啊 来做实验了 OK来看他们哪个是比较快 啊比较reactive 哪个是比较不reactive 这样你们可能会问了老师 像这个东西 我用potation magnic 7 crystal 他是负责释放出oxygen的 啊当我们去烧这个potation magnic 7 crystal 所以释放出oxygen的 啊然后说我们就会 啊我也会烧这些powder啦 看看这些powder 哪一个会跟oxygen有 最vigorous reactive 的react 啊 vigorous就是很激烈啦 越激烈的话就说 他是越 reactive OK 啊 反应到越快了 啊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metal powder OK 可能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先 开放这个 magnicium 然后我们先烧了过后 然后顺便也烧这个 potation magnic 7 OK少过他也是放oxygen嘛 所以oxygen就会跟这边的那个 battle react 啊然后看看那个反应是怎样的啦 OK 啊然后中有个glass 棉花 这棉花 啊我觉得他就是要分开那个 粉啊怕这两个粉在一起可能会 啊爆炸还是怎样 啊所以我们只是要让那个 气体接触罢了 啊所以他的粉是不可以有接触到的 OK OK 啊然后 OK这边我们就有observation 然后来看了啊 是属于哪一种 啊是very quickly 还是只是quidly 还是burn slowly 还是grow badly 还是grow deeply OK 啊当然burn burn跟glow比较的话 啊更加激烈的啦 glow的话就只是 小小的 可能小小的一个 广吧 OK 啊这个glow dimly 是最 最暗淡的啊 所以如果他是最不reality的话 他就属于最暗淡的 OK 啊 所以这些你们这也需要自己做实验 然后可以填下去了 今天你们观察到什么东西 啊好像question的话 还有讲了magnetium Oxygen 会 啊变成什么东西 啊到这边去magnetium oxide啦 对对 啊答案的话 看看这边有没有啊 啊有啦啊 答案全部在这边了 现在你们给你看一看 啊不多讲啦 啊基本上每一个element 参与oxygen过后 他们都会变去 那一个 东西叫Oxide 啊 And then 第二题可能就比较重要一点啊 啊讲出relationship between Vegor of the reactant and the reactivity of the metal to oxygen 啊 啊就说那个reaction的 激烈 跟那个metall Toward oxygen的reactivity OK当然啦 如果reactivity 越高的话 他一定是more vigorous的啦 对对 啊所以大家在这边呢 the more reactive the metal to oxygen the more vigorous 的reaction OK 啊 反应越多 代表着那个reaction越激烈 太简单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 排好好了 decreasing reality to oxygen 啊就是说从最reactive 去到最不reactive 因为他要decreasing 啊 所以最reactive的话 啊如果你们其实 就算你们没做这个实验啊 你们看这个图表 啊 这reactive 应该就知道了 啊 啊 medicine是在上面这边吗 OK 我们刚才用的五个 element 啊medicine是在最前面的 所以medicine应该是最reactive 到aluminum再到磁 再到氢再到氢再到鉄 所以它的排列法就这样 medicine到aluminum 到氢再到氢 就这样子 OK 啊 应该不太难啊各位 好 so okay 好 ok 比如我们讲这个sense pop 一下先啊 ok so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的是position of carbon in the reactivity series of metal 就是那个碳的那个位置啊 如何我们讲到碳会在 reactivity series 是哪一个位置呢 还有 hyborgen 因为啊 那个 reactivity series 啊 它里面全部都是 metal 金属来的网 可是我们的碳跟hydrogen 它是属于non metal 然后非金属 这样我们要怎样分呢 啊 so 这个时候啊 科学家啊 又有一个实验啊 我们就是拿 carbon 来跟这些啊 metal oxide 来react 假设今天这个carbon 它跟这个metal oxide reactivity series 是有反应的 比如说它可以把zine oxide reduce 变去 zine 加 carbon dioxide 也就是说 我们的carbon 啊 是more reactive than这个zine了 啊 所以我直接讲重点了啊 ok 因为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ok so 你们可以看这个实验啊 so 它里面它有用了三种套的咯 有zine oxide aluminum oxide 三种的那个 zine oxide aluminum oxide 跟lid oxide 然后还有用到carbon 就是它碳的那个分 所以这是它的实验咯 看到吗 它也是mixed carbon and metal oxide ok 啊 so它可能它可以第一个先参 carbon 跟那个zine oxide 使用了过后 我们再参加carbon 跟那个aluminum oxide 然后再参加zine oxide 看看carbon的反应是怎样的 ok so一定有observation 啊 来看看reactivity of carbon ok so好像 question one 啊 complete the word equation for each reaction of metal oxide 和carbon ok 好像zine oxide 跟carbon 这个的话 啊 你们觉得它有没有 啊 反应呢 其实你们应该要自己做实验啊 啊 如果你们只是 自己想可能也想不到的话 随便你们自己上网找哦 找答案 啊 所以其实zine oxide 跟carbon 我们参加一起的话呢 啊 啊 这个zine oxide 是会被reduce的 啊 你知道zine oxide 参加 carbon dioxide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 答案啊 啊 啊 可是如果是 aluminum oxide 跟carbon react的话 啊 它是没有反应的话 no change no change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说 我们的aluminum 它在这个veactivity series 它是高过carbon的 啊 啊 然后lid oxide 跟carbon react的话呢 啊 其实这肯定是有了啦 对不对 因为你在reactivity series里面 lid本来都是低过金的 所以金它会被reduce lid也肯定会被reduce的啦 所以会变成 lid加carbon.acide 好 然后 然后 他现在就要 name the metal that is less reactive than carbon 那是讲出 那个金 啊 金属于是 啊 少reactive than carbon的 哪个是比较少reactive than carbon呢 啊 明显就是 zine indeed啦 啊 因为这两个会被reduce ok 好 然后 就要我们拍了 increasing reality ok 这个 上面是最reactive 下面是最不reactive的 最高的话 应该是 aluminum 然后到carbon 再到机再到地了 ok 啊 elite是最不reactive的啦 ok aluminum 是最reactive的 为什么 因为carbon reduce aluminum 所以aluminum 肯定是最reactive的啦 好 然后 ok give one applic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carbon in the series of metal for industry use as can you answer ok 讲出一个 类似功能这样啦 of the carbon的position so如果carbon position 它是高过那个氢水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reduce它 ok 所以reduce这个过程呢 我们 啊 因为你可以看啦 他本来比如说 那个gene本来是gene oxide 它不是纯金的 它参与oxygen的 跟你讲 那个carbon gold 它会变去gene 所以gene就是纯金了 所以这个呢 是什么procept 它是属于metall extraction 啊 就把那个 啊 啊 metall of 金属啊 从不pure的 不纯金的 变去pure啊 把它抽出来 啊 所以它的application 就是叫做metall extraction啊 啊 extract就是抽出来的意思啊 啊 所以metall which are less reactive than carbon 啊 它就can be extract的 from their ores through the relation of the oxide of this metal by carbon 就这样子了 啊 啊 好 然后 这个是underline notic carbon can remove oxygen from a metal oxide it means carbon is 啊 如果carbon它可以 remove掉 oxygen 啊 也就说它肯定是more reactive啊 对不对 啊 如果它是can not remove oxygen 它就是less reactive啊 啊 对吧 对啦 一个是more 一个是less ok 就是这样子啊 more and less 好 然后position of hydrogen 啊 ok 这个其实跟carbon也是一样 啊 我们拿hydrogen啊 啊 来跟一些oxyde做实验 看到吗 啊 hydrogen跟aluminol oxide aging oxide Io3 oxide Io4 2 oxide 还有couple2 oxide 啊 就看哪一个有反应了 啊 如果它没有办法 没有反应的话 就是说 那个 element 啊 是more reactive than hydrogen 像第一个 看到吗 aluminol oxide does not go 没有反应出现 啊 所以 啊 hydrogen它没有办法 reduce aluminol oxide 所以也就是说 aluminol是 more reactive than hydrogen 啊 如果是xin oxide的话呢 也这样 啊 也这样哦 xin它没有办法 reduce xin 所以xin应该也是高过 xin的 啊 如果它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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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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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们可以看到了 当它越bradly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啊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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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过嘛 啊 它没法 reduce 所以它应该是 less reactive 啊 银的话也是一样 没有办法 reduce 所以应该也是 less reactive 啊 不行可以看一看 哎 有按摄吗 哎好像没有按摄啊 不用紧了 哎 confirm的啦 对的 啊 Hydrogen more reactive ok 因为它可以 reduce 啊 啊 所以 couple也是more 力也是more ok 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the metal piece more reactive 哪个是more reactive 就是 aluminum跟进咯 如果是less reactive 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Ion couple跟进了 啊 所以这边是一个conclusion啊 我们做好上面这两个实验 我们可以得知 carbon是 是位于啊 aluminum跟进之间 而在Hydrogen的话是位于 金跟Ion之间的 啊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没有 啊 这个reduity series啊 啊 就算今天啊 有啊 像carbon hydrogen 它不是metall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上面的那两个实验 把他们 决定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呢 把我们塞进去里面了 啊 不是弄乱塞的 是真的是 做老实验 恐怕可以塞进去里面 好 然后就是 这个我也不多讲了 啊 啊 因为啊 啊 这个只是一个复习啊 不是真正的复习班 好 OK 所以同学啊 今天的老师就会讲到这边了 OK 啊 所以4.3大块呢 啊 等老师还有时间会继续的在 啊 跟大家快速复习一下了 啊 所以今天老师主要都是讲的4.1 到4.2了 OK 啊 所以还是一样 如果同学们你们有谁有兴趣 啊 要补这个 的科学的话 欢迎你们来 tm老师了 OK 好 so 下个video我们有缘分的话 我们再见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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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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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